当第二节目最より人致杂ux的建构 今天我们 Promised提醒一些 世界 Patricia也 Fly in Guion 《论说戏去眼镜时之间过》 你看这个题目那真是大得不得了 而且要建构 所以他一定要追溯所有的研究历程 也要照顾到怎么样现在的研究成果 同时要发现现代的研究有哪些缺失 我们应如何去补救他 去纠正他 然后更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 去做不同的呈现 可是这么大的题目 我才写了几页 现在已经50页 50页大概几万只 因为我们四五万只 大概四五万只 要照顾到这些 如果不是能够折其药提其纲颜 是很难的 这样的一个题目 各位 为什么在最后才呈现出论题的指趣的最后成果呢 因为戏剧远近史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所以他有这样的建构 直触建构到最后 而目的也是在最后 否则的话这样一个题目和内涵 就会怎么样 好像文不是十分对题 文不是十分对题 因为你的题目到最后才呈现 你要论述的到最后才呈现 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因为戏剧远近史 就是像一个长江大河 长江大河最后的 最重要就是 出海口的长江之水 出海口的长江之水 如果做科学的分析 那么 流过广大的空间 时间 所汇聚啊 成的是不是都在这里啊 所以有这个成果 没有前面那些是不可能呈现的 因此呢 我们才用这样的题目 这是第一 第二 凡是一个论题 最开头的切入 就是你隐言里边啊 为什么用隐言呢 因为 它不是一个书 如果书的话 就是长篇大论 就用序论 最后就不能用结语 最后就要结论 就一个书来说 前后分量要重 因为它是个隐 一个解 所以在一篇文章里边 我一向觉得 它的分量轻重 是不如这个正式的论题 所以不入章节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结构法 它就好像什么呢 我们书桌里边 摆的这个书 你用书的夹子 是不是两片这个铁皮就夹住了 里边的每一本书是各自独立的 所以这个夹子 就是未来要建过这里边的书本 让它这个整齐层次能够合好为一体 只是这样子 而现在常常把章节一篇文章 你这个演员结语都入一章里边 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何况一般的节语 演员 它分量是比较低的 可是因为我们题目大 所以在这个 演员里边 包含的呢 就比较 内容多一点 比如说戏曲的认知 像这样一个题目 你可长可短 可以写了很多 那是对一般性的 可是呢 为了这个题目 你要提要它的这个重点所在 所以戏曲之认知 我们只花了三页 两页半来三页 如果各位把这个戏曲之认知 仔细地读 你如果要给它做建筑 那十倍的怎么样 篇幅都建筑不来 但是这个是给什么呢 给你对戏曲史 已经有深度的研究的人来看 戏曲认知 应当认知哪一些 哪一些最重要 我们要认知 没有认知这一点 你认知杂里杂巴的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 各位务必仔细读 第二呢 戏曲研究这奠基 像这个啊 第三页各位翻开来 只有很短的一段 佩馨你把它念一下 可是像中国戏曲这样优美而重要的文学艺术 尽为史之所不露 历代政府由中央到地方 尽系之命令更充斥的欠 原故是中国式战备 以金石子籍为船后 世系取为小到墨迹 认为是不登大雅的低俗艺术 这种看法 纵使晚至民国武士运动 诸君子眼中亦不能免 即今日台湾最高研究机构 居然尚有得高降众者 视之为没有思想 没有文化 所幸有试之士 如名人王继德柱曲律 李渔柱令峰曲坛 定定了戏曲学研究的基础 王国文以宋元戏曲师等曲学武书 方才开辟了戏曲学术文静 文媒故曲主坛 南媒词简谱等 才记录大学讲堂 从此心传有人 以前人呐成袭无事一波 而后纵使两岸隔绝 而已按周一代之戏曲史著作 总记观堂而有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书 上海戏曲学院之 陈多戏曲理论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之 黄竹山戏曲文物研究等 更能语义门徒更有巨著佳篇 其所在地 皆具规模而俨然成为戏曲研究重症 促使戏曲学成为大学之重要学科 而其春风话语桃李成林 更促使戏曲研究新兴向荣 于今卓然有成以为显学 而海峡死案经由追随政府千台的宏儒大师努力播种 辛勤培育 用心述作者必不乏其人 如齐如山先生国具艺术会考 余大刚先生戏剧综横谈汪金昌先生曲学历史 以及先师郑英博锦武从编 龙渊数学北曲新浦等 先师张清辉明清传奇导论 清辉论学籍等 皆能寻意方圆 鉴定规矩 从而起敌后学 其门弟子 亦都能追溯提要 达书纲领 延波速流而渐入新枝 方伟文章 视台湾亦成为举世不可忽视之 戏曲研究中心 好 像这一段 非常简单 但是是不是把两岸戏曲的 研究的一些 先辈都照顾 而且哪一首大学 是以什么为怎么样 以哪一个戏曲里边 哪一个部分的成就 做代表性 也都说了 那 现在两岸 大陆的情况 当然也要说说台湾 那我本身是立足台湾 所以在台湾方面 就要说得更多怎么样 更多一点 然后既然这个文章 你写的要不要吹吹住址啊 也要吹吹住址 否则的话你要 你要写这干什么呢 所以 本人之戏曲研究 战了天吾 要比前边总体 当年要怎么样 要多一点 这个就是 把他们的研究引进来 好你把这一段 因为不多 也念一下 成如上无所云 戏曲历史永远 种类繁多 戏曲又为中俄之文学和艺术 戏曲的资料 更包括文献文物和调查 访谈观赏 所以可供研究的论题 又如天上繁星 这一本人为台北国家出版社所策划主编织 国家戏曲研究总书 戏目前出版之105册而言 所观赏的问题就有原生论 发展史 理论史 表演论 刘卡艺术论 创作论 批评论 剧种论 腔调论 杂技论 音乐论 悲喜剧论 作家作品论 文献学 文物学 性别学 田调学 中西戏剧比较 近现代戏曲史 戏曲研究之综合成果 戏曲与宗教等 至于与戏曲相关之个别题目 则不知反击 也就是说 戏曲研究已成为显学 名家辈出 朔果好凡 本人研究戏曲已53年 检点研究成果 1967年6月 以鸿生及其长生殿 或台大文学硕士学位 1971年9月 以名杂志大论 或教育部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童年刘孝润副教授 迄今未常离开教职 未常离开戏制 53年来 我的学术和教学范围 以戏曲为主题 而以俗文学 粤文学和民俗艺术 为语义 检点总体成绩 有两本学会论文 和蒙面的新诗 原文三句 说明意台湾歌载戏的发展 与变迁 中国古典戏剧的认识与欣赏 戏曲原料新论 俗学概论 戏曲腔调心探 地方戏曲概论 戏曲学 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等 专书十二种 并有关设 戏曲史之 奇康论文 153篇 集结于中国古典戏剧论集 说戏曲 说俗文学 诗歌与戏曲 参知戏与原造剧 论说戏曲 从腔调说到昆剧 戏曲与歌剧 戏曲本质与腔调心探 戏曲之雅俗 戏子流派戏曲与偶戏 戏曲新论实体等十二书之中 而于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成书之后 深感应应 因为自己之戏曲研究作与总结 何况戏曲史是极大成的论著 具有公合性 整体性 有机性 周延广阔 头绪繁多 而本人既然以长久基建 也应当是为之 进一步研究 统合整理 补齐不足 参阅百家修订额务 其其成一家之言 因此 但先提出 论说戏曲 也尽使之介构 作为赚注之方针 以旧叫方家 周正国疏漏 所以可见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建构的动机 接着是戏曲是研究之回顾与检讨 好回顾在这个什么戏曲进入学术研究之前 我也用了这么一小段来这个回顾而已 这个对各位来说比较生疏 所以还是把它练一下 后边呢 我们再简单来说 有关系曲史料 因为古人情世记忆影响所及 清代以前流传后世的 只是在建于今世 野世 诗文集与笔记从谈之中 大多为一些不经意被记录下来的 零篇岁语 或似是而非的见解 但也多少有我们蛛丝马迹的评据 和触发联想 譬如圣书谣点 礼记乐记 焦特生 吕氏春秋 古月 楚词九歌 周礼方向式 十记古迹列传 张恒西金赋 葛红西金杂记 路有通点 吹令清 教语记 段子节 岳父杂录 孟元老 东京孟华录 奈德翁 都城济盛 西湖老人 樊盛路 吴字幕 孟良路 周礼 武林旧史 陶宗仪 错庚路 中四城 路轨部 夏廷之 青楼集 周德青 中原音韵 旧题 宁县王 朱全 太和 正一谱 以及 后来被编为 中国古典戏剧 论著及成汉 历代曲画 从编中的 朱家曲画 便是如此 若遇求其 专题考树和系统论说 除金元人燕南之安畅论 王继德曲律 神头虽度曲须之 亲人礼于立翁曲谈 徐大春月辅寒生 《黄帆错离缘缘外》 则难于许觅 所姓百余年来 戏曲文献广为僧罗 为戏曲剧本 会整出版 为戏曲作家 蝙蝠力传 学者从高文典策 词三 徐海中 披萨简经 殷勤更云 于戏曲史之 学术研究 已逐渐 花菜果凡 但就百余年来 朱家所传之 戏曲史看来 能够兼顾戏曲剧种 演进史 与戏曲创作理论 戏曲文学史 戏曲舞台表演艺术史 而同时剧论之 通史性著作 基于不可求 也就是说 朱家对于戏曲史 所应论述的 范围内涵多位一致 两眼同中有异 各自为证 即就其戏曲理论研究而言 或 初之一 曲学 戏曲学 戏剧理论 明目 地步一致 其内涵范围又各有所见 至于戏曲文学 所应采取之 平治态度与方法 戏曲表演艺术 所应具有之 内涵及其眼镜情况 不只论者稀少 而且下漏永多 也就是说 今日之戏曲史 持仍有重新建构与论述之必要 因此本人不传简陋 乃敢以戏曲眼镜史为题 以此专属写作计划 以此专属写作计划 这个呢 很简单 把 这个 古人 研究的情况 分作两大类 一种是什么呀 一种就是 凌晶碎 笔记式的这个 点点滴滴 古人呢 常常喜欢写一些 心得 今天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 就记几笔 有没有用心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几乎没有 但是他里边呢 偶然给我们的触发 或者他看到当时候的情况 给我们一种重要的 这个什么呀 留存下来的知识马迹 所以也不能 不知道这些东西 比较这个什么呢 有系统性的 就是刚才我们 后半所说的那几本 对不对 王继德曲论以后 算一算是 曲子可数 而且 谈了什么最多的呢 谈的是唱 因为音乐加歌唱 是比较这个什么呢 可以啊 从音乐啊 从这个 具体的音乐 歌唱去分析的 那有些音乐家 他们呢 发在这一方面呢 就比较有系统 除此以外 我们近代的研究 等一下各位看幕 哇那真是多得很 但是因为资料零碎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些人做学问 碰到古人 就觉得他们说的大概都对了 碰到你研究的对象 即使插得不得了 你也硬要把他磨 把他这个装扮的 所有都了不起 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误导 明明他这个作家 其实成就不高 但是因为没有人研究 你开始先给他研究 你好像为他要发掘 什么浅德忧光 那什么 但是他事实上没那么好 常常研究者就是什么 构奋的遗养 这也是不对的 何况这个什么呢 资料很零碎 你要把它建构系统 是有些学者 都往这一方面尝试 请问尝试容易不容易啊 如果你建构出来的 第一不周圆 必然下落很多 如果你层次不分明 必然杂乱无章 你要论述的 本身 就无法成为一个体系 这种现象呢 却是最多的 一个这个什么局部的论体如此了 戏曲理论 戏曲演进史 戏曲剧种演进史 戏曲文学的批评 戏曲艺术的这个研究 都已经如此 而你要把它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戏曲 戏曲演进史 那更是怎么样 更是复杂 可是这样复杂的问题 我就是尝试如何把它建构出可以掌握 可以调理分析的这个没落 主要是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指气在这里 接着各位看 通识性戏曲的著作论述 你们看我总共列出了多少本呢 列出了43本 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但是呢如果看不到 而不被我注意 大概呢 也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这个有时候我就有这个信心 你们有没有看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档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 有没有 第10到第11 这中间差了多少年呢 13年 这13年是 中国这个什么呢 文化啊 文学艺术啊 整个几乎空白的岁月 所以今天中国有这么样的这个 突飞猛进啊 是不容易的 我1989年第一次踏上 呃 我们大陆 那时候很感慨 因为比起啊我在 美国呢 所看到的 所以像美国的这种 交通网 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 咱们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达成 五十年 我认为是达不到的 可能百年能追上 就不错了 可是百年之后 人家又怎么样了 你要追上人家要百年 所以那时候很惆怅 不过当我到这个什么呢 几个大城 像底特利 和芝加哥 还有呢 那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华盛顿 哇 我看到黑人冲刺啊 呃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 满街都是 不错 而且 品味很不好 啊 我们在里边都会来欺负你一下 啊 尤其呢都会伸手向你要钱 啊 不过啊 黑人也有个好处 他不抢的话 你给他两毛五就可以了 啊 啊 我看到女生我都给个一块啦 啊 哈哈 有一次我半夜啊 从外边旅行回来 在一个这个 通过我住的哈佛大学旁边的一个 一个小公园 黑黑漆漆的 跑出来要像是一个女生 啊 他好好说可不可以给他一根烟 或者什么 我说我没有烟 我可以给你一块钱 所以就给他 好 还有一次我和你们师母 一一走走 猛人跑出来 一个穿西装的黑人 我就给他五毛钱 其实类似这样的打发 但是我说哎呀 这个国家啊 将来会为这一些 你当人用来做棉花 做奴工的人要付出很大的 这个 果然如此 现在他们潜在的 可是哪知道 我那时候是19 19 780 1978 现在2017 几年前啊 30年前 对不对啊 还40年前 还40年前 40年前 40年前 你看那个40年之后 然后我最近到贵州 到内蒙古 到那个宁夏 这都比较偏远地区 对不对啊 可是那种高速公路 穿山越连啊 而且一省好几条 这个可以说啊 中红交错 好几年前我到这个福州 福建省的统战部长向我说 中红交错 我们现在福建 盖五条 高速公路 一口气五条 台湾这个从台北到 捷御到机场 要盖二十年了 一个隧道呢 也要搞个几十年 所以啊 突飞猛进啊 当时候 这个文革期间 我在哈务大选 图书馆里边一看 早期 一些重要著作 扎扎实实的还有 文革那十年 就我去哈务大选 那一年就是文革刚结束 看那图书馆里边 就找到一本书 大陆的出版品 各位知道 哈佛大学 购置这个汉学的 的图书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 是收楼待见的 可是 只有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 我记得很清楚 《孟江你是一颗大毒草》 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这个时代 所以一个民主啊 自己毁灭很容易 但是 要突飞猛进 也要自己建构 好 这四十三篇以后 各位分开第七页 这个重要的戏曲通史的书 那么我对于这个 这些书的这个 素评 这些通史的素评 各位呢 也在 反正念得很快 带各位看一下 你那边 还能不能用再试试看 可以的啊 上文说过 戏曲是综合的文学和艺术 所牵涉的层面和单元 既复杂且繁多 断代史 聚荣史 御史之周延枕密 以非易逝 更何况 通史之上下数千年 历朝历代 由其创业维艰 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知道 王公为一生 从事取学研究 旨在光绪 三十三年至 零活二年 六年之间 所著自有取录二卷 细取考原一卷 幽语录二卷 藏颂大曲考一卷 曲调原流表一卷 录曲余坛三十二则 陆轨部教筑 古剧角色考一卷 戏曲展论十三则 宋元戏曲史等十种 前九种著作 都是为宋元戏曲史一书 所作的前置基础研究 我在靖恩先生曲学竖评中 对其曲学之重要境界 指出一 给戏曲下了明确的定义 和言语 动作歌唱一言故事 二 提升戏曲地位至于史传相等 三 由对宋代戏曲的考树而认为 南北曲形式与材料 南宋已全聚 四 对原杂剧相关问题 如分歧 发达原因 曲文加速 名家批评都有极重肯的看法 但我也举出可商榷的问题五条 认为应当修订的地方六处 但无论如何 最为重要的是 靖恩先生在曲学上所具有的三大贡献 其是 一 就学术意义而言 开辟了戏曲研究的门禁 使戏曲从此进入学术的园林 二 就戏曲研究方法而言 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一 是以精实考证 教堪的方法来 鉴别和处理戏曲资料 一是先做基础研究 然后再人会贯通 诸为专书 这两点对本人影响甚大 三 就研究风起而言 首开戏曲史研究的潮流 同时启发中日学者 对戏曲展开学术性的研究 好 这个靖恩先生 不管怎么样是开中主师也 所以对他要特别的介绍 像我这段话 事实上我是发了两三万个字 这个靖恩先生取学术品 这篇文章 两三万字 才浓缩这样的 如果没有那两三万字做基础研究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说不出来 如果靖恩先生不是用了那十几种他的基础研究 他能写出五万字 送元戏曲史 那样子地有生的开山之座吗 这就是学术的态度方法 所以我说这两点对我影响很大 靖恩先生他是以全家之水 那就重视资料考证的功夫 我也一样啊 所以我研究戏曲史 那个当年没落的骨架 就是运用这个 那就戏曲 巨种眼镜史考树 各位注意考树 这两个字 不是叙述 而是考树 这个做骨架 因为现在一般写这个戏曲史的人 都是参考人家的著作 这个什么东 错一错或者加上自己的 然后就一本书很快就出来 我搞了53年不敢动这个笔 就是因为要学靖恩先生的 好 好 接着 总计靖恩之后 御人轻悟症而有 中国近世戏曲式 无媒中国戏曲代论 吴氏弟子如前有明清戏曲式 徐沐云有中国戏曲式 他们虽然不乏可供参考和隐聚的见解 但皆使粗距轮廓 于史之周延脉落均頗不足 而莫润历经艰难困苦 却能弃而不舍 终身投入戏曲史研究著作 且能大惊大劫 见狗蓝图 颇具影响力而令人仰望的大家 则自属周一百先生 如前举目录 他的著作有七种之多 虽其间繁简有别 但如其中国戏剧史三卷本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中国戏剧发展纲要》 三书其健康布幕 已堪称难能可贵之典型 若就周始中国戏剧史长编的 《健康布幕》而言 从大处看 不只是整个戏剧原生 形成与剧种发展变迁的历史 而且以注重其艺术之需要 声率、结构、排场和演出 而于其文学义 不忘论其文词与名家名聚 此外,曾如其 哲似周华兵教授于 长篇在版序所说的 七种专注写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繁简有益 视角也不尽相同 但是有几个基本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其一,戏剧为综合性艺术 场上重于暗头 其二,戏剧为民族性艺术 强调民间创造 其三,戏剧为社会性艺术 扣着历史的眼睛规律 这七种专注中最为想辈 最能代表他学术成就的 当属中国戏剧史长编 也因此,宜白先生之 续论戏曲史便能凭证通达 众其可庆,他的著作也成为 我步入戏曲研究时 视之为经验性奇谋之书 周氏同时或之后 如正正,董美刊,逢明之 快佩余威名,余从魏子云 叶树发,郭隆欣,杨世祥,秦念孙 余秋雨,马温奇,温法,李林等 所著大抵区于简略通俗 目的只在作为初学之精良 又如夜长海,刘彦君,雪君榜 李日新等所论述多采用一般 以时代这种作家作品之方式 亦为导引初学入门之作 其采取特殊角度或方式 亦论戏曲诗者 如刘涛宇,刘立文,偏向戏曲文学 前念孙与罗念孙,运用张文演艺模式 吴博钦分百题,每题自成单元 循序渐进,王永宽,王刚,王汉明,刘其玉等 作为编年式,田仲一城强调祭祀礼 赵山林从传播接受,建立新观点自成体系 叶长海,张福海,标示为插图本 要跟2014年新注影形态 枪种,剧目,演出,艺人,点击,交流,七单元,别开一格 他们都用力别出心台,为戏曲做不同的史论和史观 而要特别介绍的是以下三书 其一是张庚富汗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上中下三册》 此书是上世纪影响两岸最大的戏曲史专注 台湾许多大学用作造才,但此书的学术价值在大陆早已遭到质疑 2000年之初,上海戏剧发表一篇 《潜海学派经安在》 《潜海学派》指位于北京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 也就是该书的主要撰写群 《中国戏曲通史》的作者在《论战》中已经承认此书的写作有历史的局限 同时材料所见也有限,可见该书却已过时 因为该书在《马列主义》的主导下 对于戏曲之兴衰变迁,与作家作品之评价 莫不辞、积极矛盾、人民斗争、封建毒害等作为全市观点 影响所及使多数大陆学者形成一股风潮 今日看来实在不忍足度 该书最主要之贡献在《舞台艺术观点》等解出 和继周一白《中国戏曲史》之后 对清一代地方戏曲的重视 但前者存在不少、含混不清或资料交代不明的问题 最明显的是对《易阳枪》剧本的界定 既为说明认定之标准与政治 又有些和《余妖枪》剧本相混 因此就动摇了其对《易阳枪》《舞台美术》的立论基础 而后者则未能凸显金句之 的主流地位因之五贤草草 而若再就使的立场来检验该书 其原生与形成之基准位立 何能定位脚底系与参军系为系曲之起源 而参军系之底派《宋杂志》与《金月本》 其实与参军系体类相近 又如何是《宋金杂志》原本为系曲之行事 形成 南系北剧八元与成立之实地 皆未能明确论定 只作行政书名 甚且不知南系再先北剧再后 上年习名人北曲为先 南曲为后之错误观念 南系北剧交话后 产生混血之传奇与南杂志 却未易语造奇 尤其论昏逆腔 亦可知其不明腔调原生流磨发展之方 更不知体质具种与腔调具种之分野与互动之道 其二是掌中其中国戏曲演技与变革式 其在论述方法上 细音群戏曲这种的渊生形成发展衰弱转变而序论 打破朝代划分的指缘 条理自成脉络 合乎其书名所接诸的眼镜与变革之历史发展指示 从全书看来 角色是扎扎实实的来论述戏曲的眼镜与变革的历史 而且还兼顾其艺术与文学 他不能截取诸家性研究成果 作为其论述的主要内容 譬如有关名杂志 尤其是男杂志的章节 变能彩节 本人名杂志盖位的精华 所以能耀言不凡 条理明星 但是他全书九编中 用了四编来论述中共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历程 篇幅激战五分之二 所占时间不过52年 覆免过分降于京 其子序也不过在强化毛泽东发动并参与的戏改运动 而由此却也令人动足毛氏假见戏曲 以遂其政治斗争的目的 譬如对小戏大戏戏曲戏剧未有明确分野 对九歌在戏曲时尚之地位未及重视 于宋杂剧、金月本、月妖、妖末、北剧之间的原生形成脉模不明 将名人篡改之原杂剧剧本 当作原杂剧本身之发展 于南曲细文字渊源语形成 未能系统论顺 未能考证成立之实地 以至南西北剧之先后 南友沿袭 名人北先南后颠倒措置之弦 与南性如何顺便为传奇 以未能做明确之分野 论清剧之成立 与灰汗河流之时代太晚 虽然瑕不掩瑜 将是对于戏曲之眼镜与变革式 无疑是很足以令无人参考者 好 各位论述到这里 把那几十种的入门什么之书 一笔代国 对不对 挑出 为什么三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三就算多 挑出三个大头来 尤其是张庚 郭汉成 在大陆的地位 那何等的高啊 我对他们当然很尊敬 两位我都认识 尤其郭汉成也常接触了好几次 当年张庚先生我要请他到台湾来的 可是他的地位的关系 他不敢来 这不能怪我 这个是什么 但是他的书 在我心目中确实如此 如果在这里来批评还不敢说出来 那在大陆更没有人敢说 那是不是对 也许有人会骂我 那学术本来就可以 互相讨论 论辩了 那这个 合乎戏齐能够打开朝代 现在所有戏齐史的研究写作 几乎不敢打开朝代 可是戏齐的研究能用朝代来划分吗 就像一个文化的眼镜 能够用这个朝的截然来把它分野吗 所以呢 蒋宗齐先生的这个书 他能够打破这个什么 他能打破这个 这个时代这个什么 已经了不起 可是 他的好处是能集中人家的研究成果 而他自己没有下很大功夫 去做自我的研究 他等于是截取人家的研究成果 来论述 你自己有研究所得的 和截取人家成果来说怎么样 是有差别的 就好像这个是你研究出来 这棵树是你种出来的 和你路边的树 我去承认在量 感觉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养的狗 和路边的这个流浪狗就是不一样呢 道理也一样 下个功夫的 那个感觉和这个自我的信心就会强 他这一点比较弱一点 好 那么其中呢 反正 特别提出来 你看 廖奔刘彦的中国戏曲发展史书品 请问 他单独一截 表示这个书是怎么样 是公认比较详细 比较好的书 好 我们来看看 他夫妻两个和我说好朋友 好 其三是廖奔刘彦抗礼合著的 中国戏曲发展史 由出版至《两千年》 戚目写为至 乃是一部最为完备而提大丝经的著作 其全书分四卷 卷分上下而编 即发编 编目依次为原始戏剧与初级戏剧 又分七张 戏剧的形成九张 原剧与南戏九张 明代声枪演变与舞台发展九张 明传奇与杂剧十张 清代地方最终的兴起与舞台繁荣 清代戏剧创作与理论发展十张 总共四卷八边六十三张 每张六分二三截到七八截不等 即此已可见其架构库庞大 即此招言完备 面面俱到 对于戏曲史的赚注 料是抗力除照顾其所谓原始戏剧与初级戏剧 剧种的原生及其发展 形成与变迁 又论述 南北戏剧之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艺术批评 与明清戏曲理论外 以间集 蚁人 剧团 剧场 以及挪剧 墨连戏 墨戏 影戏 等其所谓特殊戏剧样式的论述 其论述没以文物正日文献 最具特色 所以料是抗力此书 不只教诸前此类 前此同类著作 堪称后来居上 即使其后之戏曲史探讨内涵 除蒋中其 以演技与变革为主轴 论述剧种之发展史教之别具特色外 并居难忘其向背 但是此书就戏曲史而言 如果拿责备贤者 即探挑补头的立场来细将检验 其则其可依者有以下十一关 其一 有些基本性关键词为明确介意 譬如戏剧与戏曲 虽然书中有原始戏剧与初级戏剧之分 以南戏为成熟戏曲形态的形成 但因其介意为明 以至其间之退以眼镜 所应聚 聚有之要见 也就谋不清 同理 戏剧而有原始与初级 初级而有雏形 大圣特殊戏剧样式 最后阶段之别 其间之分也如何 亦未有所书名 此外 北杂剧是否为成熟戏剧之一环 北杂剧如何转变为南杂剧 南戏为如何发展为旧传奇与新传奇 其名义当如何定位 何谓 如何原生 其与体制剧种之关系如何 如此等之概念未能明确 自然妨碍戏曲之原生形成发展续变之论述 好 各位看来 也就是说他书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内在的问题 就是说他对他的叙述的一些关键词 有没有明确介意啊 没有 他只是他心中想当然了 你没有那个介意 那由这个名词转移到这个名词 自然就会模糊不清 而且统序呢 也不会这个 条例紧然 所以这个是 我11点 这11点的论述 都是类似这些的 第一个他名义的问题不清 所以他里边的论述 你看把这个 把什么什么 原始戏剧啊 初级戏剧啊 还有这个 这一些分野 什么叫原始戏剧 什么叫初级戏剧 你要给的条件啊 否则你怎么样去论述他呢 那何况 下边我举一的 许许多多都是如此 到七二 其二 南戏北剧之代戏曲 若以戏曲比中华大帝 那么北剧即如黄河及其流域 南戏即如长江及其流域 长江黄河之麦动中华大帝 就如南戏北剧之推展 原名剧坛 其重要性可想 但由于史料缺乏 近代戏曲史迦 虽其渊源与形成 莫不予焉不详 料施抗力虽努力探索 但侵入点或未及精准 又未能从综横两面加以关照 因之即未能 至成其原生形成之历程 亦未能终严论述其机理之构成 其三 其隆以后 地方戏曲之所谓花路卵谈 虽分披杂成 但其间自有共同原生与形成发展之道 又从中脱颖而出至七皮二黄 如何结合为皮黄而成为精致 量施抗力之输均未及疏离 其四 量施抗力未有吸取具种之概念 其类别由艺术直性 分而由小系系统 大系系统 偶系系统 以体质规律为基准分 而有历代体质具种 以腔调基准分 而由体质具种衍生或未流之腔调具种 因之未能以小系系统之发生 作为戏曲制源头 以未能以由小系发展完成之大系 为戏曲制形成 以因之未能以南系北剧之交化 而观其碎变为 新旧传奇域南家剧短剧之历程 以未能说明何以同 一以昆山枪歌唱之 腔调剧种昆剧 可以韩瓜南系传奇 甚至北剧与南杂剧等体质剧种 而乃以南系变体说明南系珠枪之现象 其五 直调式抗力未能观察戏曲歌乐结合 所产生的两大类型 为试戴起板枪体与词曲系取排体 前者如包子枪系聚种与皮黄枪系聚种 后者如昆山枪系聚种与异阳枪系聚种 而试戴起板枪体可以发展为词曲系取排体 词曲系取排体 亦可以破解为试戴起板枪体 自非料式抗力所能不及 其六 词曲系取排体与试戴起板枪体 实为戏曲文学艺术亚俗剧本也 各举其一 各有其职性 就艺术人工制约而言 亦有宽严之别 由此而试戴系板枪体之剧场中心在演员 乃以其创枪之特色为基准 发展形成为流派艺术 而词曲系取排体之剧场中心在剧作家 乃以其歌乐载体取排中之词绿为核心 而观其成就之高下 量式抗力亦为无极 其七 细曲文学之特色 因时代因聚众而各具品味 且生难有生难之趣 尽仇有尽仇之仓 不可一概平质 而人体观之 当如何见构平质之态度方法 当有平正功法之观点 量式抗力 与此亦不缺如 细曲艺术因时代因聚种而职性有别 然而其所形成之职性 因如何为写意 其构成写意之美学基础 与表现原理为何 其间又因构成细曲之中元素 所导致的种种职性 其余细曲艺术又产生何种 或量或语之影响 凡此如能探究明白 当能为当代细曲之取向 观照出可行之康庄大道 此时为细曲史研究要义之一 而料式抗力亦未能顾及于此 其八 细曲结构之概念 五之学者大底指限于细曲观目情节之布置 清粗细曲理论大家 理于为细曲以结构为第一 移不出细曲观目情节之章法没落 与针线起伏 实则细曲结构兼具内外在结构 外在结构为其体质规律 内在结构为其排场处理 前者为体制具种所特有 以之作为具种之分研 后者则为 制作家所以运其巧思之手法 而两者之间 外在结构必然制约内在结构 也因此 论细曲结构当内外坚固 方能得其肯庆 而细曲之内在结构之排场处理 其总体概念为 所谓排场 是指戏曲演员 聪认角色 扮食人物在场上所表演的一个段落 它是以情节的轻重为基础 在调配适当角色 安排相称的曲套 穿戴合适的穿冠 通过扮食人物的演员之唱片作大而展现出来 就观目情节的高低潮 以及其对主题表现所观设程度而分 有大场、正场、短场、过场四种类型 就表现形式的类型而言 有文场、舞场、文武全场、同场群戏之别 就所显现的戏曲气氛而言 则有欢乐、游览、悲哀、悠悦、行动、肃勤等六种情调 后二者其实是依此于前者之中 因之标示排场当真卓者三种情况 然后才能充分的描述出该排场的特质 而量师抗力在任数剧作时未能顾及一次 其九、角色在戏曲为重要这一环 角色可以说是一种符号 必须演员承认角色扮食人物 然后其意义才能完全彰显 所以角色对演员而言 在象征其于剧盘中的地位 与其所拥有的艺术修为 对剧中人物的言则在象征其人物类型与直戏 就因为演员所办事的人物之间 有角色截入其中 所以在演出时就产生了 即投入有疏离的现象 然而角色六大刚行 《生诞静默丑》杂志名义缘合而来 其分化之脉络线索如何 不同具种之主要角色何以不同 凡此皆为戏曲史家 所未经意者 而廖氏抗力即使不及 亦未尽周延与正选 其时 弊方戏曲晚明以来 其滋生者如雨后春笋 而其少戏至元戏 从而发展为大戏 以其大戏之进一步成长 皆有进入可寻 而戏曲史家皆未能错异于此 料是抗力战略及地方小戏的普遍兴起 日花雅之争 但疏漏之处颇多 其时一 晚明清出戏曲折子戏 以大行其道 但折子戏之名义如何 其原生形成成熟 与衰老等不同阶段各自如何 凡此因为戏曲史探讨的重要课题 而却为史家所忽略 料是抗力矣未能免俗 至于料是诸中 其可修订处亦有五十七处 为首偏幅在此不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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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经典 真是难不其难 而若纵短百年来戏曲通事之研究 所存在根本且主要之问题 为解以上之论述 则其为目落大者 概有以下三分面 其一 戏曲如何渊源与形成又如何发展 其二 南戏如何渊源与形成又如何流落 其三 北戏如何渊源与形成又如何流落 这三个问题类型相同 但都是研究戏曲史不能不涉及 与不能不设法解决的问题 但就以出满之戏曲史论主来观察 则或遗而不论 或语音不详辅之所云 或设想为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本人观察所以如此 则就第一问题 戏曲之渊源形成与发展而言 有以下八点缘故 一何谓戏曲何谓戏曲未有明确之介意 二为名戏曲由小戏大戏之别 小戏为戏曲之雏形 大戏为戏曲形成之念茅 三对于小戏和大戏未有明确之介意 四为名小戏以为多元因素构成之综合艺术 五物以孕育小戏之温床为戏曲之渊源 六物以构成小戏之主要因素为戏曲之渊源 七物以渊源为形成果物以形成为渊源 八为名大戏之发展 石油其腔调聚种制流共为主要 亦可通过其体质聚种之交化而产生 以上之八点如果不辨明清楚便会产生错误的论断而不自知 而今绝大多数之戏曲史学者却每每陷落于此 以至戏曲史之最根本主要之问题器未解决 其次就南西北剧之渊源行成和刘波此一问题而言 唐能从南西与北剧之名称下手 其不难迎刃而见 因为南西与北剧的众多名称 就和一个人 又有五名少有学名 整有字号学位职称龙邪一样 尤其每一名称所代表的意义 则可观察其整个生命史 这也含中国奇汉 魏锦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一般 尤其剑号次第即可概念其变迁过程 但由于学者皆未能从南西北剧之名称作为探讨师切入点 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无畏的奇见和争论 而学者同样为名以下三个观念 一,戏曲之始生为小戏,其成熟则为大戏 二,小戏为简单之歌舞艺术,可以多元并起 大戏为综合性质文学艺术,只能一元多派 三,剧种有体制剧种与腔调剧种之别 体制剧种可由其腔调至刘墨而为腔调剧种 就因为有这些根本观念的闭塞 所以目前已经出版的戏曲史,也都未能解决 南西北剧渊源形成与刘墨的问题 而南西北剧在中国戏曲史,就有如中国大地上的长江黄河 是何等的重要,而近上人类不明如此 而对于以上这三个戏曲史根本性质问题 本人已有,野谈戏曲的渊源形成与发展 野谈南西的名称渊源形成与刘墨 野谈北剧的名称渊源形成与刘墨 三篇论文,详语,考述 好,各位 我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虽然已经写了半年 这个呢,因为 如果发表的话呢 敌人太多了 敌人太多了 但是我是有信心的 我不是这个无地放始 随便呢,说的 那么接着呢,就断代史啊,祭总史啊,这些啊 就各位自己看 像你看,我在这里边我自己的第五,第四 第四,明杂局概论 第五,清代杂局概论 还有,这个十,台湾歌主系的发展已变迁 类似这些啊,也都是,或者后来啊,这个 这个,第十六月,第三十四,戏曲,戏曲,戏调出弹,枪调出弹 还有,地方戏曲,戏曲,戏调出弹 还有,地方戏曲概论 还有,地方戏曲概论 极其远近使,研究这概况与得失 这个出的书呢,更多,车在躲凉 所以各位把它念一遍啊,来,换换换换,尾声你来念 他念的太对了 这个呢,也各位念一念,我再做简单说明 因为这个是一个,戏曲研究啊,很大的一个课题 学者很多,著作很多 你看他呢,好像呢,超过,我所看到的,加起来大概一百多种吧 所以这个也要念一念,看我如何把它统缩下来 你们都可以从刚才的这个,佩馨念我的文章 就知道它是一个高度的怎么样 统缩,和简及简要,核心的批评 可是你看廖奔的书,十一点在这个什么,在学理上 没照顾到,或者错误的 因为啊,廖奔是很聪明的,他是很聪明 财情也高,可是他后来做官了 做官了以后自然就怎么样 就不太注意学术 那我只做九党的党魁 党魁是愉快的,是不必要有官僚要说 说那个那个假话,对不对啊,谎言 骗自己,也要骗别人 这个内外冲突,你还能做什么学问呢 一个人的心灵不能够平静安宁 因为你说的都是假话 对外都是戴面具 这个等于这个以后把它删掉 免着上课再骂关掉 但事实上如此,事实上如此 你看电视出来那些,哪有一个真的东西 真的没有魔,人戴面具 是连鬼怪妖魔都怕的 鬼怪妖魔都怕 我已经在课堂上,一揉你听我这个故事不止一次啦 这个人,戴假面具啊,妖魔鬼怪都怕 这个明代有一个剧本 就卖脸人,是谁呢 是神警的 就卖假面具的人 他可以戴假面具 吓坏了这些黑衣经 好 就第十九月 细细理论 题为中国古典戏曲论柱集成 大为家会学者 1984年秦学仁弘作亲有 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89年蔡毅有 中国古典戏曲续把汇编 济南其辱书社出版 1992年韦福吴玉华有 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而2006年至2009年期间 何菲黄山书社出版 于为民孙隆隆教授抗逆主编之 历代曲画汇编 和唐宋元编一集一册 明代编三集三册 清代编五集八册 靖代编三集三册 共十二集十五册而成巨制 由此集成女汇编 则中国古典戏曲学基本文献可谓足以 对以上所举颇为航杂之古典戏曲文献 汇编总梵立卫 所收取画包裹 一记载戏曲的起源 形成与发展的十月 并加以论述 二记载戏曲作家生平事迹 评创其创作特色 三记载戏曲演员生平事迹 评论其演唱记忆 四记载剧目并加以评述 五 论述戏曲的创作方法与技巧 六 论述曲调声韵句式节奏连套等格率 七 论述曲的演唱方法与技巧 可见内容虽然杂乱了少系统 但含长资讯非常丰富 好 好 这两个 你要关字 我说的时候你关 这个 这个 这里边那个尾符那个符啊 草字头一个诗 读符也可以读费 敏费 敏符都可以 第二 就是说廖奔 不是廖奔 这个是一位名他所提出这七点 都没错 确实有这些 但是 他里边呢 比如说这个细曲者的起源形成方 那都不对的多 都错误的观念 那么细曲的创作方法与技巧 这个也都不行的 都不行 就古人来说 还有那个曲调 曲谱里边 曲谱所关照的我们提出 巴力 他们巴力都还没有见过完成 所以这七点是 古代的那个 细曲啊 文献资料里边呈现的是有这些 但是千万注意 要 引用它细数 要有正确的考证和评论 比如说圣诞静默筹 这五个角色 我也研究过的 那胡说八道的是 可笑的很多 你引用它来说成现在 那就会自己都可笑了 好 第一 古代细曲文献 这总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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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东西 是如何总体观察 好 伟生您再见 但是从这庞大的细曲文献总体看来 不只有其呈现时代的重要主张 而且也有工作建构细曲学的切当观念 例如就其重要的专书论注来观察 元代之安唱论开公调声琴唱曲技法之说 中四城陆轨部保存作品作家作品之丰富史料 亦以乐集曲体北句时戏曲作家之论 周德青中原音韵史智北曲韵谱 兼集乐府北曲 陆派三声 平分阴阳 以论曲律 堪称为曲谱 雏形 甲仲敏怒鬼 布序编为研究原名杂剧之重要史料 对作家作品亦有简评 《家庭之亲楼集记歌记》116人 宿集与达官贵人之关系 杂剧之分类 所善之记忆 而以演出杂剧为主要 明代朱全泰和阵营谱细为北曲 曲牌格律定式之首部北曲谱 其论曲兼集杂剧分类 作家风格及题材 及题材 功能 音律 史料等方面 魏良府曲律述极腔调流变 南北曲之别 尤其唱曲技巧最为水魔调规念 徐为南词续录续续南系之源流 巨木珠腔为极重要之系 取史料 其南曲北调与禁为参军促音 依颇聚参考价值 王继德曲律为第一步系统性之曲论 韩戏曲起源 音律 结构 语言 风格 与题材虚实诸论说 颇有可观之见解 神仅南曲全谱为首部南曲曲 海格律定式之南曲谱 明能讲究格律者 莫不以神志为忠师 神从虽度曲须之 讲究南曲戏曲中 畅念之格律 技巧与方法 其妥严如反戒之说 最得水魔吊唱 其选所辨额则装如位 北曲选所歌唱者指名 应用之字音与扣发 吕天成曲评不仅评论 明代传奇作家作品 更是现存最古之传奇作家略传与目录 其水魔吊成立之前后分 旧传奇与新传奇 绘细其细诩实力下剧种分野标志 龙之恒更始于 阮孝调评为 戏曲表演艺术之见赏 提供许多重要理论 其标夹远山唐剧品 佑山唐曲品 保存丰富知名栏杂剧 传奇之剧目与实料 其分评与简评译有参考价值 亲能理于《閒情楼记》中曲论 唯元明清三代最具周延性和系統性 缜密性之戲曲詮論理論 含結構 情節 語言 音律 教習 表演諸誤論說 堪稱循循善誘 引人入勝 趨勢 扭到養男酒公正時 取材 重視古調 古律 驚喜 迷移 含字數 句數 長短 平策聲調 邪韻 增減字與增減句 句中音結單雙 語法 對偶 章法 竹律則 許大純 岳甫傳聲認為具備定律與造歌詩 正典禮 辨拔音 分共調 正字音 神厚法等七項修為者 方式戲曲歌樂的專精之事 明初 明家論著 王國維如前文所述外 則王繼烈 引如曲談之論度曲 作曲與譜曲 可謂總結前嫌之要義與補救 其論劇情與排場 由聚會演 首拍戲曲內在結構之說 無媒戲曲論文集 其曲論雖異種錯前嫌之要義 但其中國戲曲概論是為戲曲通識之初心 所論提綱且藥理免不凡 與多眾橫 有如畫龍眼睛 光彩失色 而能其人諸多發明 無視又是將戲曲引入大學獎堂之第一文 此外 如 胡子玉 胡子玉 胡子玉表演論志久美說 喬其作樂府之鳳頭 諸杜報偉說 高明戲曲教化說 胡子創作書份說 何良俊仲綠說 元曲四家說與本色說 王世貞琵琶拜月優劣說 理智畫功畫根說 張茂循居有三男說 康田祖志勤說 顧啟源戲劇珠槍小長說 檸檬出上無緣之本色說 夢稱順柳枝月將說 沈自盡吳江泰說 金聖探以文法論據說 黃舟興取有三男三義說 同上任戲取信使說 黃圖密取南與詞說 黃正平金槍英律說 鍾廷葵傳奇地位貴重說 焦尋花布洞能說 楊恩壽聽詞古樂說 凡此皆可為觀才之論 好 各位 你看每一本書每一個作家 都用幾個字對不對 這就是讀書要能怎麼樣 見出它的地位它的價值 它雖然一本書 但這本書裡面的要義什麼 你讀過以後 你馬上能抓住 所以我們這個 要各位細讀 是因為它是 給你們做一個怎麼樣 最便捷的一個倒影 便捷倒影 好 然後再來看看 這個近代學者 怎麼研究這些東西 好 衛生 1960年代以後探討細取學之論註 然而縱使以上所述 就細取學而言 但若就整體周延性而言 不只屢於上游雀漢 幾乎沒意味能周全 遑論其他曲化諸家 至多只略得片譽碎金 也因此1950年代前後 由於曲集的搜羅堪行 尤其1959年 中國古典細取論註集成 至今較出版 使學者研究 憑藉有方 紛紛投入探討 1961年駐兆年發出 重視古典細取理論的研究的呼籲 談凡中國古典曲論研究的歷史 回顧與展望 為60年代初期 古代曲論研究已有全面拓展的趨勢 湯賢祖 神井 徐衛 潘之恆 王繼德 李渝 金生探等曲論史上的名家 都有專門的研究論文問世 短短的幾年中 發表了有關論文三十餘篇 而令人二晚的是1968年 文革如排山倒海而來 十年間中華傳統文化摧殘殆盡 其如長葉炸肉曙光 則有待80年代 80年代以後不數年 有如大地春迴 對於探討古典曲論之著作 通史 斷代史 文題史 專題史 專家與專書研究 乃至此點 劇目 資料繪編 不如以後春筍 莫不產世古人經歷 八皇其潛德優光 家會後學 數十年間紅篇劇著 光耀曲彈者 堪稱零零種種 而其著為專書 為本人今年所知者有 以上六十五種是本人首編所見之著作 黃年甫戲曲重彈 戲為初學入門導引外 齊森華曲論探勝 李克和明清曲論個案研究 王濟思 玉倫宣曲論新編 玉倫宣曲論三編 傅錫華 傅錫華戲曲論從等 皆為哲取名家民著論說 夜長海曲律研究 培論中原音域 吳書印 曲品教助等 以專家專注為論述對象 張根戲曲藝術論 朱光榮 中國古代戲曲藝術論 附警 中國戲劇藝術論 下寫時 中國戲劇批評的產生和發展 論中國戲劇批評 朱萬樹 萬明代戲曲評點研究 曹蒙中國古代戲劇的傳播與影響 李治遠 明清戲曲絮拔研究 余維銘 中國古典曲題 文學格六研究 王耀華 中國傳統音樂結構學等 是單元性問題的深入探討 其為雙原論者 如葉長海 曲學與戲劇與學 安葵 戲曲理論與戲劇思維 劉錫玉 古典戲曲創作理論與批評 吳瑞霞 中國古典戲曲理論與批評 兼能變其分野與關聯 亦有不憑藉古文獻 但已經演戲曲劇目演出者為對象 以見其論說者 盧高宇 古典戲曲導演學論集 陳宥偉 戲曲美學探索語 戲曲表演概論 阿甲 戲曲表演規律再探 黃克堡 戲曲表演研究 黃賽銘 戲曲導演概論 朱文相 中國戲曲學概論等 而其欲求建構體系 且以求以收言以見通論者 則有譚原才 中國古典戲曲學論稿 許正貴 中國古代戲劇統論 趙山林 中國戲劇學統論 李克漢 中國戲曲學研究 謝柏良 中華戲曲文化學 其依時代序論以見歷史發展者 則有葉長海 中國戲劇學史稿 韓凡語錄為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 李昌吉 中國古典 古代戲曲學史 與維銘與孫隆隆 中國古代戲劇理論史同論等 而其為斷代者 則如錄林 原代戲劇學研究 三 戲曲藝術論之著作術品 以下進一步來比對這些類型相同的著作 舉其樹立以見其論述的範圍和方法之一同 譬如就其論戲曲藝術而言 張根戲曲藝術論 朱光榮 中國古代戲曲藝術論 傅瑾 中國戲劇藝術論 由其綱目即可看出三家之論述是多麼的各自為政 朱氏簡直把戲曲藝術做無限的擴大 其中除明顯的三兩篇外 在他心目中幾乎把對戲曲的相關論述都包括在內 張氏維早期大陸戲曲界的領軍人物 其所論述如巨詩的形式、語言 從書情民歌到唱腔 音樂性與戲劇性的矛盾 音樂的整體結構問題 演員創造角色、程式與行蕩 人物造型、時空觀念、導演在創造等 都竊合戲曲藝術的範圍 而傅瑾是當今後期之秀的佼佼者 其所論述如綜合藝術、演員中心、音樂特殊地位 敘事與書情、綜合含蓄與悲、幻覺與虛擬、人物、角色行蕩 神斷與道等 雖然也盡在戲曲研究中 但若將之與張氏比較重有近似的論點 但也明顯可見其對戲曲藝術的指涉與合 住者於2006年前後曾以張幹生中國戲曲藝術 阿甲彈平劇藝術的基本特點及其相互關係 將跟漫談戲曲的表演體系問題 黃克堡戲曲舞台風格 駐兆年古典戲曲編劇六論 韓佑德戲曲表演美術探索 將跟郭漢成主編中國戲曲同論 曹其民戲劇美學 吳玉華五代戲曲美學史 周玉德中國戲曲文化 沈達人戲曲的美學品格 陳多戲曲美學 陸應坤戲曲藝術論 呂孝平戲曲本質論 董建馬俊山戲劇十五講 劉文豐中國戲曲文化史等十六書 來觀察朱家所論說的戲曲直信 其所論集的自然稱之一同各有所見 大底是其論集戲曲程式性的有八加之多 協議性的有六加 虛擬性的有五加 綜合性的有五加 其他疏離性 節奏性 誇張性都只一二加提及 而吳玉華從審美的角度論述 李健馬俊山從整個戲劇面加以觀察 各能自圓其說 而呂孝平但從書型師的層面剖析戲曲 未免天下 還有得認為戲曲是現實主義的泛美創作 堪稱別術已知 而若為其中論述較為周研者 當推審達人與陳多 審是和其專文專書觀之 並舉出詩樂舞的融合 節奏性、虛擬性、程式性、疏離性等五方面 以論戲曲的特質 成是亦能以歌舞樂為主體 原此以論戲曲之本質 故意能自見整密的體系 然而逼者以為 以上諸家均未能首先分辨戲劇戲曲之分 戲曲又有大戲、小戲之別 論述時每每混搖一同 因之未必是純粹的戲曲之大戲本質 又戲曲之本質 實原生與其構成之因素之屬蟲 又影響其本質之賢惠 倘不由此切入 恐難建立張明教註之童緒 難免落入摸象之偏失或敘述之雜亂 而諸家均不能經歷於此 此外也有因構成戲曲之其他元素 所引起之現象所產生之次要之性 凡此均已見卓文中國戲曲之本質 只不跟罪 為此住者難敢在諸家基礎之上 從不同的觀點切入 建立不同的論述方法 認為戲曲的執信在協議 以歌樂舞之融合為美學基礎 透過虛擬、象徵、程式、三原理 而展現其歌舞性、節奏性、誇張性、 即疏離且投入性 相信這樣的建構 也才能更周延而層次分明地說明 戲曲執信的實際內容 同樣的 住者也在2013年前後 更認為戲曲有小戲、大戲之別 小戲即為戲曲之雛形 大戲即為戲曲之成立 則其間自有精粗、繁簡 與幼稚、成熟之意 也就是說 其構成戲曲藝術之內涵要見必有所增長 其展現之藝術性度必有所提升 其間應當是逐漸演進的 而這逐漸演進的戲曲藝術內涵要見 及其藝術性度 雖然存在於戲曲劇種的內外在結構之中 外在結構定於劇種發展完整的體制規律 以此作為戲曲的載體 內在結構則在外在結構的制約下 經由劇作家之巧思妙韻 呈現其個人的藝術修為 然而真正將戲曲藝術在舞台上展現出來的 則是充任角色行當辦事劇中人物的演員 因此 若於探討戲曲之表演藝術 必須同時考量戲曲之藝術本質 與藝術與演員之藝術修為 其各自之發展完成 即是其藝術內涵與演進歷程 於是乃就故事、歌舞性、劇場三方面 以探討戲曲藝術本質之內涵演進 從大戲之唱、作、念、打、絲工 以論說戲曲演員之基本藝術修為的演技 進一步以演員、角色、人物之融合 色意雙全、形神合一之進階、講究 戲曲演員藝術之完美修為 由此而獲得以下之結論 戲曲演員之表演藝術內涵 根源於構成戲曲之元素 及其所形成之戲曲之性 雖然戲曲有大戲、小戲之精粗 劇種各自理之差別 但就演員之技藝術修為而演 天賢所歸納之士工無法 之為此中之不二法 所謂士工即唱作念答 唱念在咬字土音與行腔 講究自清腔純板正 行腔在傳情動能 其間則有賴於天然音色之之性與空 作法之運轉 作答則是在 則在首演生法 故無法之造詣 以肢體語言行精妙之資源 也就是說戲曲演員表演藝術 這是一本修為不外歌與舞 而歌舞性也正是戲曲之藝術本質 而演員之進入戲曲藝術 目不因材質而以角色分科 資質出類伐萃者則可以兩門三門報 其不釋出者則可以魂舞混亂不擋 戲曲由於歷代劇種之地善與發展 其藝術之內涵與群眾自然有所演進與便衣 譬如小戲基本在踏搖 角色由不明顯到二小三小 北曲雜劇由說唱藝術一變而來重在歌唱 身段動作尚且在於配搭歌唱 但以劇科範成事 角色莫誕之命義指於獨唱全劇之男女主角 進決但為插課打棍 無男女性別之分 直到傳奇才發展為歌舞樂龍而為一之綜合藝術 其作工以其精緻 以其精緻 但源自武術雜技之打 則由待於精劇之完成 然而縱使戲曲表演藝術以如此叫人眼花撩亂 不論其表演藝術之境界 則聞人眼中莫不以形神句話為之上 而其藝術縱然妙覺 若其色不相襯 亦中非完美 因此完美之戲曲表演藝術家 既要得之於人又要得之於天 乃能色意雙全 行神合一而成為世人稱道 仰望難於世出的典範 各位可以看出 我的批評主要是什麼 強調制誰的態度方法 同樣一個問題 一般都是見其所見 然後論其觀點 而沒有做一種全面的觀照 上個禮拜我和各位說過 一種鳥看式的掌握 對不對 還有一個深入性的探討 這兩者是必須要同時具備的 你方法正確 論述出來的就有獨到的見解 學術的這種真正的成就 這就是創法 創法才是學術真正的目的 其實我們有這樣的問題 你們會看到我一下用筆者用註者 這是我在寫的時候 一方面想到這篇要將來全書的總論 所以就變成註者 可是他又單篇想要發表 就變成筆者 其實全書就用註者 單篇就用筆者 一般的文章就用筆者 而我這裡面一下子帶 剛才看了才知道我是 心態上還沒有定於一尊 所以一下子筆者一下柱子 是這個緣故 好了